暴力雜窗發黃似的用入國會 步步進逼讓警察嚇到落荒而逃 穿粉不滿大選結果大鬧國會 美國民主遇襲卻讓香港民主躺著夜中牆 美國CNN記者Will Ripley竟拿國會暴動 對比香港反送中抗爭攻占立法會 美國智庫學者葛萊儀率先發難 同批這種錯誤比對 恐怕淪為北京大外宣題材 真正的記者應該知道區別 果不其然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一個發文 嘲諷CNN記者惹毛香港暴徒 回頭看看闖入國會的這群人 不只趁亂搬走眾議院講台 放到網路上拍賣 還有人闖入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辦公室 兩腳大喇喇 翹在桌上 甚至偷走信件 有員警被打到傷眾不治 防線潰散 讓國會警察主管有三人因此負責下台 反規香港放任警察暴行 鎮壓民主運動 多次把槍口對準示威者 中國跳出來炮轟美國雙重標準是別有用心 外界卻更看清中國為了護航港警暴行 把兩者換為一潭的司馬昭之心 CNN身為美國主流媒體 卻露入中國神邏輯 身為CNN也難怪讓人看不下去 三立情報上報導